为什么饭店的凉拌黄瓜那么好吃 关键点就在于不要用盐来腌制它 今天来分享一个做法 黄瓜放进大碗中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然后加上一点面粉 用手将它抽洗一下 这样可以去掉黄瓜表面材料的农药和杂质 黄瓜表皮是直接接触农药的 所以一定要清洗干净 如果不想清洗的话 就直接将皮给刨掉 凑好之后再加入清水 继续给它搓洗一下 然后在流水底下冲洗干净 放在案板上面去掉头尾 找一个保鲜袋将黄瓜给放进去 用擀面杖将黄瓜撬碎 这样拌出来的黄瓜会更加的入味 然后去掉保鲜袋 将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抓一抓将它打散 再给它放进大碗中 加入白糖 将它拌匀腌制一下 糖分可以去掉黄瓜里面的水分 更加的清脆 再准备一小把香菜切成小段 然后放入盘蒸 准备一点大蒜将它拍碎 去皮然后剁成末 准备两个小米辣去掉地 然后切成圈 准备一点小葱切成末 切好之后将它们放入大碗中 准备四个鸡蛋将它放进锅中 加入清水 煮六到七分钟左右 将煮好的鸡蛋捞出来 放在凉水里面浸泡一下 锅里再放一点油 下入一小碗花生米 用小火翻炒 炒至花生米发出枫叭响声 并且变色 然后将花生米给产出来 放进调料碗里面 然后再加入食盐 加入两勺的生抽 一勺蒸鱼翅油 一勺蚝油 两勺香醋 再加入一勺的芝麻香油 用勺子将它搅拌混合均匀 鸡蛋去皮 然后用筷子 一分为二 再分成四半 加好之后 放在旁备用 黄瓜里面已经腌制出水分 将里面的水给挤掉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清脆 放进大碗中 再加入鸡蛋 加入香菜 加入调好的料汁 用手将它翻拌均匀 装盘就可以开始享用了 一道超美味的凉拌黄瓜 就做好了 夏日炎炎 像这样来上一盘凉拌的黄瓜 吃起来别提有多开胃 多爽口 添加了鸡蛋 也是增加了营养和风味 再来上一口花生米 真的是太香了 感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试着做一下 最后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 转发 加收藏 我是阿玉 拜拜 拜拜